今天是用这个GPT514来挑战一下2042 然后我们不用显卡屋使用这个野蛮优化系统 看看40W功耗核显能不能降服2042 游戏已经加入XGP了 但是锁大路区 可以用这个加速器来加速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驯油只要加速一下烂橙子 也就是EA的平台 就可以在游戏中打开这个2042了 如果没有其他加速器的话 在口令中输入野蛮两个字 也可以兑换游戏时长 待会儿的这个2042要跑到40W 但是我个人不推荐跑很高瓦数 比如说原神5W就够 塞尔德的话模拟器78W 也能跑个30帧左右流畅游戏 我做的这个野蛮优化系统呢 其实一直着力于低瓦数的一个性能 比如说FF7的话 打上MOD之后 11 12W就能稳定一个60帧左右 最近我是把系统更新了一遍 手动优化包也已经发在网盘了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看 反正用了之后 2077在全力18W左右也是可以玩的 但是对付2042 我试了一下二十几瓦是不够的 我们tdp直接拉到40W 2042是相当的吃这个CPU主屏 CPU主屏一定想拉高 显卡倒是可以稍微低点 我这边锁的是1500 都准备好之后让我们进入游戏 流亡之路我们团结一军 我这边跑过128人战场和64人战场 现在是64人战场 在40W左右的情况下 64人战场基本上是可以玩那个状态 偶尔有倒震 但是基本上不会低于40帧 我在游戏也试过调整成20几瓦或者30几瓦 明显是有降震和卡顿 这款游戏看来要40W才能跑64人战场 真的是太可怕了 还好Win4这个工程机的散热还是相当给力 即使没有这个云热版的GPDWin4 也会保持在85度以内 然后我这边也要拜托大家 让我插播一个广告 这边是希望有SteamDek的小伙伴帮下忙 导出一下四颗星的二楼赛的着色器缓存 如果成功的话 这个新的二楼赛可以涨个二三十帧还是有的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讨论 好的让我们回到战地204 现在就是传说中的128人超大战场 游戏跑下的情况和前面64人图的30或者20瓦差不多情况 就是打斗激烈的情况下会掉针 60帧会掉到个40几帧左右 比前面的64人图的话掉针更凶猛 虽然说GPDWin4的散热还是有一点点余力 估计跑到45瓦不成问题 但是要流畅完的话 估计还是要上这个显卡屋 让这个CPU单纯的跑到40瓦或者45瓦的话 应该就能基本上稳定60帧了 至少会比现在好很多 我的这个监控是第一次出现超过百分百的这个情况 很多游戏跑的七七八八也就40几 30几 这个游戏居然是可以跑到110几 实在太牛逼了 肯定这个游戏的CPU真的是拼命在运作 这使命的玩 我自己拿显卡屋玩这个2077的话感觉还是蛮流畅的 其实可能真的就是差那么点瓦数就让他有点波动了 各位喜欢玩的话还可还是建议上这个显卡屋 核显玩这个还是真的不太够 而且屏幕小我就装逼玩一下 真的玩的话肯定是要上显卡屋 拿鼠败接下来玩的对不对 然后我的野蛮优化系统最近也是做了一次大更新 所有的东西都适配好了 包含这个steem deck的版本也是已经做好了 手动打下驱动包应该就可以 毕竟战季2014和之前的战区2.0都是要拿这个windows才能玩的 喜欢的话可以加群咨询一下 我会更新一下网盘在评论区 喜欢系统的话可以下系统或者是手动优化包 不多喝了我们就期待下期再见 对 看起来 对 你好 像是 aware 逻辑 你的 在 tom